我们还是低估了C919的雄心呢 2025年刚刚开始 上海试航审定中心主任就透露 C919将有两大动作 一个是将向东南亚进军 一个是要争取年内取得欧盟试航证 消息一出 网友们就不淡定了 原本都以为C919就是填补一下国内空白 我在国内自己玩就行 没想到 他的梦想这么大 刚云没多久 就想冲向东南亚 甚至走向欧美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了解兔子的都知道 中国在重大事情上 一般不打无准备的仗 既然咱们能公开说C919 2025年取得欧洲试航证 那么一定是有底气才这么说的 问题来了 不是说欧盟试航证最难获取的吗 C919竟然这么有信心 在一年内取得试航证 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要知道 中国在2019年就向欧洲申请试航认证了 但是因为疫情影响 欧洲认证一直处于拖延的状态 后来我们重新申请了认证 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2024年3月份 欧盟航空局高管还说 C919的认证工作难度很大 需要技术熟悉 甚至他们都不确定 能否落实审核机制 想通过认证 起码还需要几年 换句话说 欧盟航空局对C919试航认证 并不抱太大希望 倒不是说欧盟航空局 在故意为难C919 而是他们的流程确实麻烦 整个环节需要五大步骤 分别是资格审查 技术熟悉 制定认证计划 和规性演示 技术收尾 这五大环节审查很严格 按照正常速度 整个流程下来 怎么也得五年时间才行 这个消息出来后 美国媒体都乐开花了 以为欧盟在故意拖延 C919试航认证 于是一直在渲染 C919欧盟认证延期 美国这么兴奋 是有道理的 欧盟和美国的试航认证 是最难的 他们两家 为了不让其他国家 抢占市场 不仅制定了 严格的认证标准 有时候还会 故意拖延认证流程 通过垄断试航认证 就变相笼断了市场 因此 欧盟航空局高管说 C919认证比较麻烦 美国那边就以为 这次欧盟又要刁难C919 因此才会趁机落井下石 然而这次 他们被打脸了 欧盟航空局 这次不仅没有为难C919 反而大开后门 一路绿敦 C919在欧盟试航认证 出奇的快 快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2024年3月份 欧盟航空局高管 刚说完C919认证难度高 转头就完成了资格审查 四个月之后 他们又派团队来中国 参与C919的飞行模拟 而且还顺利通过了 这次仿真实验 C919顺利进入是非阶段 只差一步就能取得市航证 原本还预计五年 才能完成认证 中国两年就可以完成了 速度之快 超出了欧美的认知 这就是为啥 上海市航审订中心 有信心 C919能在今年完成认证 没有底气 中国是不会这么肯定的 为什么这次欧洲这么配合的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有钱任性呗 根据国际行鞋的数据 中国民航市场增长迅速 大概只需要五年 市场份额就将升到全球第一 而未来二十年 中国将需要九千架的飞机 这意味着 我们民航就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原本这个蛋糕是欧洲空客 美国波音来瓜分的 中国为了保持平衡 都是各给五十 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战 让空客看到了将波音 直接踢出中国的期望 中国虽然也有C919 但是以我们的产能 压根吃不下这么大的市场 于是中国和欧洲一派计合 既然空客想要分散一杯羹 那么就拿市航证来换 这才打破了欧洲以往 市航证拖拖拉拉的局面 有巨大的蛋糕面前 审查严格 认证时间长 直接加快进度就好了 我们这才有信心 在今年拿到市航证 有了欧盟市航证 波音就要难受了 因为欧盟市航证 同样可以在东南亚 非洲等国家飞行 以前这些国家 以往大部分都是 波音和空客的客户 但是现在波音 就要面临中国和空客的夹击了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波音 这次估计要哭惨了 MING